副总统赖清德昨天低调赴日参加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丧礼 今天傍晚搭乘华航CI105班机从东京的成田机场出发 在晚间抵达了桃园机场 带你来看现场画面 可以听到面对现场记者的喊话赖清德仅简短的致意没有回复 随后也在随乎的陪同下迅速离开 接下来将依防疫规定进行三天的居家检疫加四天自主防疫的隔离 而回顾这次赖清德的私人行程 包括昨天搭机前往日本调月安倍晋三到今天出席安倍的佳季 几乎都是全程保密到家 却可以看出虽然赖清德此行被台湾跟日本官方都认定为是私人的行程 但仍是台日双边自1972年断交50年来 我国赴日的最高层级官员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资讯主播